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周周坎专访 这一期节目我们演播室请来了一位大家既熟悉又特别的嘉宾 这就是秦伟平先生 你好秦先生 你好周周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次我和秦伟平先生坐在同一个演播室 恐怕是两年多以前了 也是好久不见了 那么这一次秦伟平先生再次走进我们的演播室 主要是因为他最近有一项人生的重大决定要宣布 那么是什么决定秦伟平先生 你向观众朋友们声明一下 好周周坎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可能有些人从我的社交媒体上 推特、Facebook看到我的一个声明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在世界日报 美国的一些媒体上看到我的一个声明 那就是我决定在2028年竞选美国的一个国会议员 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决定 所以感谢海尼外美国国内 包括甚至中国国内的一些观众朋友的关注 有很多疑问包括今天在这里做做看 你也可以代表你书籍大的观众朋友 或者说美国选民的一些疑问 跟我们互动给大家做一个沟通 谢谢 是的 我想很多人在推特上看到了 秦先生发布的这个重大声明 那么最大的疑问就是 是最近是什么事情突然激发了你的这个想法 因为在你的推特上似乎你经过了一番思想的纠结 你想我们说一下 可能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长期关注公共事务 那对于服务公众的这个决定来说没有人觉得太诧异 但是可能诧异的是我之前从2008年开始公开的关注这个中国的公共事务 应该超过10年了对不对 包括写书啊做演讲啊做各种社会活动啊都参加过很多次 然后一直在推动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一个改革和进步 那大家都关心觉得说 秦先生参与中国的政治可能觉得很正常 当然一下子转战美国政坛参加参与美国的这个政治啊 然后可能又觉得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样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为中国在公共事务上至少是清剧了超过10年的一个兴许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然后一直和我们的朋友一直希望说中国可以实施这样一个政治的转型 民族的转型 然后呢我们可以像美国一样公众可以拥有选票 国家政体呢可以变成一个多党制 然后可以从选票来竞争 然后体现公民的选民的这种意志 让公民生活可能会更有尊严更加富足这样子 但是可以这么说吧 从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来看 经历了有一个从失望到绝望这样一个过程 为什么是失望到绝望 就是说中国大家知道中国现在的一个政治情况 它的一些表现就好像比如说言论空间进一步压缩 包括最近又在继续在大规模的封杀这些自媒体的账号 我们觉得一直说我们希望说中国朝着一个更开明更开放的一个社会去转变 早年是今年是中国叫改革开放40周年嘛 经济改革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 而且取得了一些比较大的成绩 但是政治改革一直是裹足不前 甚至在最近十年是一个大踏步的一个退后 那我们中国在98年开始已经开始在兴起一个主党的运动 一些反对党都被残酷的打压迫害 我们一些朋友到现在可能还在中国的一个监狱里面 我们其实很多人也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 包括在中国国内包括在美国包括海外都尝试各种努力 但是呢我们看不到这个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积极的转变 比如说有哪些尝试呢 您能举两个例子吗 打个比方我们其实尝试推动中国的这种维权的运动 号召公众去珍惜自己的共产权利 然后觉醒去为争取自己的一个权利 经济权利政治权利而抗争 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基本上政府是毫不犹豫的这种镇压 把那个领头的可能就直接就判刑 然后公众普通人可能通过蜀买恐吓各种政策分解的 在海外也通过一些比较公开的这种主党运动 我们也尝试过说实话就是差强人意 我们还有很多人在坚持 但对我来说我可能思考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经济学的背景 我考虑的问题可能会更长远 我认为说中国目前在经济会出问题之后 政治上可能会迎来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呢有可能是中国直接政坛就发生一个原始化的崩溃 中国政府可能直接垮台了 共产党就土崩瓦解了这样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会存在比较小 更大一种可能性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公众上街去维权去抗争的话呢 这个一定会迎来再一次的镇压 然后中国可能会未来十年二十年会陷入一个更无边的一个黑暗 但是作为我来说 我除了尝试刚才这种从正面的渠道去推动中国民主进步 我在想我可能既然身在美国有这个有利的条件 也有很多公众在支持我 我不如立足美国来学习美国的这个民主的制度 然后未来呢我想用自己的民主的实践这种经历 可以分享给中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这个追求民主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朋友 或者说组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其实美国是民主的一个灯塔 它影响不光是美国 其实很多国家都看着美国 如果美国这个民主的灯塔 它变得黑暗或者灭掉的话 对整个世界甚至人类都是一个灾难 那么听说你在中国的时候也想过去竞选市的或者区的人大代表 是吗 对 能谈谈当时的想法上的经历吗 这个是很有 我其实很少给人讲过这段经历 我在2011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中国兴起一股呢 就是自建人去竞选这个人大代表的这样一股风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当时是在江西 新渔县 新渔市有一个叫刘萍的一个女士 她站出来去竞选他们新渔市的一个人大代表 当然她是受到比较严酷的迫害 然后直接被投到监狱里面去了 那我当时在武汉 想竞选武汉市武昌区的人大代表 那那个申请表递上去了吗 我有去尝试但是呢被被被被就是他们的公安系统的就是压制 然后会警告 然后评估综合评估之后那是我放弃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那个 我还想问一下一个细节就是他是直接认为你不合格 还是说公安直接找到你让你放弃这个申请的行动 他们会就是讲的会比较委婉 他没有说很就说直接我开始很委婉就说你我们这个申请是有一个规定吧 就是你先领表然后还找人去签名嘛对不对 除了自己对你来讲说我们这个会有什么组织安排会怎么样 问我的这个比较政治背景是怎么样的 我无法党派人士嘛对不对 他们可能就是这样 另外呢我本来想联系的就是小区里面的居民嘛 就会可以帮我背书去支持我竞选的人员 你需要多少个人签名大概可以去采取 一般来算他们规定是十个人可能就可以有这个资格去去进下一步的一个一个行动了 但是据我了解除了那个就是刚才说流品那次打击最厉害的 其他的有一些在四川地区也有一些公民去尝试也是失败的 但是就是那次让我会觉得说 最后就是直接公安找你然后让你放弃了这个申请 对我就放弃因为我作为一个评估 因为当时我的身份主要身份是一个商人 因为我在是一个青年企业家 我有自己的企业 也是很现实的一个考量 包括我之前其实在28岁之前 我觉得我都是一个在中国啊 就是一个争取俗法的一个一个良好的一个公民的形象 好好做企业 好好对工人好 对员工好 然后叫纳税承担社会责任 我以为是可以用实业救国这种思路去 后来发现在2008年的时候 那个汶川地震 我当时去做志愿者 然后我发现很多很多 就是平常我们看不到 在各个公共媒体上看不到这种储偶的现象 比如说当地政府根本救灾就不利 贪污腐败这种事情 就是我 就是让我们叫三官就造成很大的冲击 人生观价值观都变了 从那时候我们发现说 我们官为了就把自己生意做好 企业做好 你想 我当时有个理想是想把企业做成上市公司 然后回报社会更多一点 自己事业可能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后来发现不对我觉得这样没办法 就是说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花更多的精力 当时国内的社交媒体也在兴起 像什么新浪微博啊网易微博都在 包括搜狐啊 有写博客啊 我都做了很多尝试 当时国内的那个 Folder也有三十几万加起来 当然后来都跟这种原因都被疯掉了 都是都是正常的 就是到后面 一三年了 就是整个 当时是薄熙大在唱风打黑嘛 之前 当然最后他也被抓了 什么事 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 我觉得说 我们想到说他政治不改革 但没想到他政治会继续的恶化 然后可能会 当时我已经预判说 他可能会朝着文革的方向去走 觉得实在是太恐怖 觉得做一个年轻人 如此关注国家的年轻人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其实很多 就有责任感 有关注国家 有能力 但是没有机会 那我就想 那我不如到美国来去进去学习 美国是 可以说是公认了一个世界上 最富强最好的一个国家之一 这样子 但是根据我在中国的经历啊 就是像 比如说像您80后这一代年轻人 好像主要目标都放在赚钱上面 那么像你这样 一边能够创业 有事业 一边还关心公共的事务人 其实并不多 最初是什么让你开始关注这些公共事务 特别是在一边做企业的同事 你这个说得非常好 我知道就是 其实在哪个国 在美国一样 在中国 就是年轻人其实面临很多压力和挑战 然后呢 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嘛 对不对 最起码比如说 我们比如说要住吧 你要买套房子吧 然后要结婚的话 是不是还有 有个交通方便 你要买车吧 这最起码的一个 像美国可能有房有车是很起码的生活 但在中国来说 比如说房价涨得很高 它可能很多人就到80后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90后现在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其实蛮幸运 我觉得当然一个跟自己努力分不开 我觉得当时我还是比较好的抓住市场的机遇 我其实在24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创业 而在25岁的时候 我在上海已经买了第一套房第一辆车 所以我觉得我比很多同龄人可能会更加幸运 实际上我在中国 可能熟悉我知道也做了其他的一些投资 我认为说从财富上面来说 在我这个年龄已经做到一定成绩 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真的是 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变得更和谐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所以也是我们有时候心情会感觉非常糟糕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经过了在中国的好多年的努力 现在发现中国的市局可能是已经很难改变了 所以现在你到美国来参选 你觉得在美国参选 你觉得你能行吗 你有什么优势 你看到美国有什么问题 促使你去参选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我一直在关注就是美国是 美国现在特朗普总统讲要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国家 也是一个很包容的移民国家 每年新增的美国的移民可能会超过一百万这样子 最近几十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数量 我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 还会持续的有移民来到这个国家 但是美国我们来到之后发现说 我们知道对中国政治很不满意 我们没有参与的空间 没有表达的空间 对不对 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 来到美国我们发现说 美国其实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好 也有很多很多问题 当然可能这种问题并不像那些参选的政客或者政治家讲 我们美国到了一个甚至城王的边缘 我们遇到这样大样危机 没有那么严重在我看来 但是美国的确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民主党的一些政策 左了就非常非常左 你像大麻合法化 未来在美国可能是一个大面积的挑战问题 是不是 比如说还有一些 我个人关注的话题 可能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相关的 对不对 自我性别的一个认定 可能是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女性的一个男性 进女厕所还订那些未成年人的这种保护 我们觉得做的不够了 包括纽约 我知道纽约选民在我们华人社区的附近要建个监狱 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表达 去阻止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社区边上 高密度社区就要建一个监狱 对不对 就是这些事情 那好像另外在共和党也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声音 对不对 要把所有的那个非法移民全部赶走 不管好坏打个比方 或者说要跟墨西哥之间建一堵墙 这个政策我是 虽然我在很多政策倾向上 我会更重视这个倾向于共和党 比如共和党减税我很喜欢 但是他这个在墨西哥最堵墙 花几百亿美金 我是强烈反对的 因为你做一个政治家 你要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说你为了选票 然后鼓动选民来选你 你觉得他不对 如果有人问你更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你觉得你有这个方案吗 如果说一个民选的一个政治人 或者一个政治家的话 你一定要拿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说最好的 最有利于你选票的这种方案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美国 民主政治虽然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我们看到整个美国政坛上面 80%都是非常平庸的政客 能成为政治家的 不到20% 成为优秀的政治家的 可能其实流民的更少 为什么 因为这个美国选举制度决定了 很短 比如说地方的议员 可能四年左右选一次 然后国会的那个众议员就两年选 很多人他花很多精力来 维系他这个选票 导致说 他的一些政策取向 有时候就看着更短期的利益 这是美国现在政治上 我认为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你有信心去解决这个挑战吗 因为这牵涉到非常根本的 也非常基础的理论问题 你究竟是民选制度 你去不去迎合民意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说是迎合民粹 还是说你去引导民众 或者甚至是教育民众 那么你如何平衡 我认为是这样的 首先既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 一定在具体议题上 我知道有些议题是 就是被这些政客 他刻意的引导 让公众在撕裂 其实不光是在我们 比如说海外的这个华裔 这个社区 亚裔社区在某一个话题上 就是争议非常大 有时候甚至你在社交媒体 就吵得是棉花耳赤的 你在其他的一些 就是族裔 比如说白人黑人社区里面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论 我觉得真正有 有历史责任感这种 就是政治人物 应该是更温和的来解决 采取拿那个解决方案 拿到桌面上来 而不是在背后的有很多交易 美国其实很多普通人看不到 背后也有很多利益集团 在背后在交易 我们公众其实有时候 拿自己的选票去换回了短期的利益 长期在审害 比如说这个福利制度 我们社会应该为 这个弱势群体提供福利 但是弱势群体如果说 它是一代人又一代人 甚至几代人都是依靠这个福利 而他们自己的生活状态 并没有因为这个福利制度 而彻底好转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反省了 有几个政客出来反省 而是一味道的选举的时候 就说我又给这个福利那个福利 然后他们就会投他的票 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新移民 第一点 我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国人 我认为我是美国人 我自己 我自己的家人 有可能只是后代 都在这片土地当中 我很热爱这个国家 所以我希望看到这个问题 我要站出来 有很多困难 困难多不多 我们作为新移民都非常清楚 不光是我 每年来的一百万新移民 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 这样那样的挑战 为什么在美国宪法规定说 入籍美国之后 七年可以选众议员 九年可以选参议员 但是这两百多年 没有一个第一代移民去 成功竞选为 当选为这个国会议员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多了 多到我们就没有精力 站出来参与这个美国 这个公共政治 为公众服务 所以我想呢 用十年时间来准备 来迎接这个挑战 来换取一个 为公众发声 为公众服务的这个机会 不光是说为我们华裔 很多人就想了 我们就为华裔 我们其实是 我们是美国人 所有美国人共同的议题 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那么刚才 如您刚才所说 这个没有第一代移民 在美国历史上 当选国会议员 那么这是一个 如果要创造 是一个两百多年 不曾有过的奇迹 那么别人就自然会有疑问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或者金钱 财富人脉 能够去迎接这样挑战 去创造这个历史呢 你在中国的经历 或者是学习经历 甚至在美国 你的英语 这些都是公众的疑问 对 很好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中国 在开放选举 我有资格去选 中国的国会议员的话 我可能只要六个月时间 我就肯定能当选 中国的国会议员 为什么你这么有信心 在中国能够 对呀 因为我在中国的支持者 非常多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背景 我的资源 我的支持者 还有我自己的能力 我非常清楚 但是为什么到美国 我会要花十年的时间 去准备呢 等一下 我们先问一下 你在中国 比如说组织了一些公益活动 有很多的支持者 包括财力物力和人员 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 是吗 可以这么讲吧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 首先关注政治 在中国的空间会比较小 因为风险也很高 首先你要能站出来 在公共舞台上 去表达你的政治的观点 在中国就是一个 有风险的事情 不像在美国 人人可以讲政治 可以批评特朗普 可以批评共和党 批评民主党 在中国不行 你公开批评共产党 你就会面临着风险 那能站出来的 首先你也是一个 很勇敢的人 勇敢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品质 就好像我们现在 在美国要竞选 你要变得很勇敢 因为你不勇敢的话 你只做有把握的事 而没有风险的事 对不对 比如说我已经站出来 这几天有很多人鼓励我 有很多人在质疑我 有很多人在风凉化 在打击我 都很正常的 这是我在过去 十年一直经历的事情 就是你要从政的话 你要做这种牺牲的准备 你要有勇敢 第二个 你要有能力 你要有你的credit 就是说你要证明 你曾经为这个国家 为公共事务你有投入 我十年 我的努力 我的投入 很多人看得到 所以一个国会议员 在美国大概在70万人左右 能选择 在中国我估计 300万人 我觉得我实际影响了中国 可能差不多 2000万人左右 所以我很有信心 我要拿中国的国会议员 非常容易 但是没有机会 那我要在美国 我不能放弃这种机会 就是在美国当选一个 国会议员 大概要70万选票 你不用要70万张选票 如果70万人全部出来选票投了 你35张 35万张就赢了 但实际上我看到一些选民 就是当选的情况 一般来说在20万张选票 20万人支持你 基本上就可以赢了 当然有些人可能只要10万张选票就能赢 但是投票率低或者什么样 各种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对我自己是非常有信心 为什么呢 我在来美国之后才开通我的推特的账号 我在过去五年 我在关注 当然也包括美国事务在内的 中国事务在内的公共事务 国际问题 我也在关注发表我的观点 我大概有五万左右的支持者 然后我每个月 我在推特上的一个曝光率 个人曝光率大概在300万人次左右 那我只是过去的五年 我想再努力花十年 关注美国的公共事务的话 我相信通过现在这个新的社交媒体 我们年轻人又很善于利用这些媒体 会有更多人来关注 来听到我们的声音 来思考 就好像我刚才给您提到的 这些美国社会的问题 我们不要去忽视它 也不要用仇恨的言论来面对它 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像有些政客 他故意去制造问题 这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新的媒体的优势 然后我们切切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 去为公众服务 让大家看得到 我们在付出 付出我们的时间精力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才华 然后人家可能最终会把选票给我们 好 那么现在中期选举刚刚结束 我们知道至少在蒙郡就有不少第一代移民当选了州的议员 对 这是不是也是给你这个动力和信心的一个原因 的确 我看到这次中期选举 包括我们在马里兰州 其实在东西两岸嘛 其实有很多华裔 包括第一代华裔来竞选 包括一些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主的 地方议会 那这一次有一些突破 我认为都是很好的一件事 整体而言 我们如果看那个我们整个亚裔 在美国参政议证的这个数据来说 其实蛮担心的 这个担心在什么呢 因为我们亚裔可能在他母国的历史上 参政议证的风险很高 就是说那过去500年来说 这种参政议证风险都非常高 搞不好就倾家荡产 甚至粮当入狱 所以呢 来移民之后 第一代第二代 甚至政治参与度相对偏堆 既没有那个比如说定期 政治捐款的这种习惯 也没有说积极的鼓励小孩子 你以后你长大了 你要当个议员 或者当竞选一个租长 一个市长 为公众服务 都讲了 你去学好计算机 学好医生 当一个律师 或者怎么样 你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职业 然后有好的社会地位 就是鼓励小孩子 从政的比较少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的影响 有这种影响 你看现在国会议员 在那个国会的那个 就是联邦国会的那个层面 我们亚裔占整个 美国的人口基数 大概5.6% 但是这个国会议员 18位代表 占的比例呢 占535位 比例是3.4% 我预测在未来10年 20年 可能会再增加 10个亚裔 那个原国极次亚裔的 亚裔美国人的这个席位 我觉得不光是我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可能 我鼓励更多的 特别是年轻人 代表着国家的未来 勇敢地站出来来竞选 表达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 那么要当选一个国会议员 可能不只是要表达 一种爱国之情 或者服务社区的热情 可能还人们需要一些 能力的证明 比如说美国本地的学历 比如说你的主流社会的 这个人脉圈 甚至你的竞选财富 这些东西 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就我目前来说 现在叫我 比如说2020年 去竞选这个美国国会议员 当然我那个入籍的时间也不够 可能是达不到这个要求 但是10年的话 我认为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为什么 就好像能力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可以成功地证明 我比我的同龄人士 至少他 就是1%的各种状况 是最好的一类 但是我觉得远远不够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来到美国之后 我觉得美国是一个新的起点 你刚才提到了 比如说学历问题 我在中国是有中国的学历 我们知道中国的学历在美国 其实不太认可 而且中国跟美国教育方式 思考问题方式也很大差异 我已经在开始准备 已经开始在做了 大家未来会看到 我在美国会拿一到两个学位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就大家关心的语言问题 因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 我们的口语也好 或者写作也好 跟正常的在美国 输国几十年教育的会有差异 但是我也恳请大家监督 会来看到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就好像我今天坐在这里 和十年后竞选的时候 你会看到是一个 可能会更加不一样的 不一样个level的一个 一个George Quinn这样子 那么我们来提几个网友提出的问题 因为大家很多网友知道 您最近一两年写了一个 中国危机系列的几本书 然后呢 从第二本开始 可能售价比较高 有的一百美金 甚至高于一百美金 那么有网友提出了一个 很尖锐的问题 您好像说这么关心公益 但是您的书的价格又定的那么高 这时间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呢 首先啊 我们想 我作为一个writer 一个写作者 就是 我也感谢就是 海内外对我这个 中国危机路线图和中国危机大陶宝 这两本书 已经出版的 这种高度的认可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商业假如来说 一个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是怎么决定的 它是由它的radio 它的价格是决定的 如果说我这个杯子 你一个是卖一美分的话 可能是一个 reasonable price 你要卖一美金的话 可能就觉得很贵 没人买 你不要一百美金 更没有人问 你想卖一百美金 你得证明说 这个杯子为什么值一百美金 你要能说服市场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 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一百美金的杯子 但是我们在市场里去看书 超过一百美金的书 其实美国大把 不止一本 肯定有很多很多本 那我这一本 中国文化大堂 只是价值一百美金的 其中之一而已 事实证明 市场证明 有很多人愿意为它付费 为什么 因为它认为值 而且它的价值 可能是远远超过一百美金 大家明白 它不是一个消遣的书 不是一个武侠小说 不是一个爱情的连续剧 它是一个保卫大家财富 教会大家在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变化的准备保护自己财富 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安全 可以这么讲 在未来五到十年 中国社会的发展 如果说都全部按照我们预言里面一样走的话 我相信我会成为在美国国内可能 知名度最高的亚裔美国人之一 为什么 因为很多智库 很多美国政府会发现说 中国为什么会变得这样 原来有一个亚裔美国人 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新移民 早就出版了两本书来讲的这样的事情 就好像当年1989年之后 那个苏联崩溃 苏联长期跟美国在对抗 在冷战 苏联倒台的时候 没有美国人 没有智库大学学者 政府 包括CIE情报机构 没有人知道 都是觉得 哇 为什么突然这样子 但是我非常了解中国 我在中国生活33年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我在中国有成功的创业经历 有研究经济的经历 有接触各个族群的经历 各个社群的经历 我了解中国 所以一旦 在我竞选之前 这个事情 大家就非常明了了 所以这是我认为说 也是我对社会的贡献 我思考这些问题 我思考超过十年 我通过我做演讲 通过我写书 通过我做视频脱口秀 来告诉大家 其实事实上 有很多人已经受益了 而且非常感激我 但是我觉得也是我 为做一个公民 为社会尽的一个责任 那现在我又找到我自己新的一个 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 那就是我既然已经来到美国 立足美国 我又看到美国现在这样 那样的问题 我觉得我有机会站出来的话 我一定要站在 而不是为我个人自己 在中国也一样 也就是对于书的价格 就是相信的愿意买的人 自然会买 他如果是觉得太贵的话 那可能也不是你的潜在目标客户 不是客户的问题 为什么 其实很多人 讲一个人性的问题 很多人并不了解 我有时候会讲一句话 你如果不了解人性 你是不可能了解中国的政治 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经济 如果我这本书免费的给大家 或者就很便宜的给大家 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 大家都在骂 认为说这个本书不值钱 这个观点 没什么大不了 这个秦先生 秦文明先生就是想批评中国政府 为了政治而正 他不喜欢中国政府 我想民主现在就知道中国经济会出问题 政策会出问题 就是这样的观点 99%人会骂我 也没有人 可能99%人都不会花时间来看 现在我告诉你 我得到的数据 花99美元来看我这本书的人 平均看了三次 他读我写的 用心写下的每一个字 然后他才会采取行动 因为我这本书是要帮助大家 而不是来消遣大家 消磨大家时间的 这是很大很大 很多人并不理解 换句话说 你连99美元买一本 对于你人生重大决定的书 你都不愿意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抛家舍业 你会在中国建立第二个方案去 去有这个勇气 或者有这个动力 有这个魄力去做这个 你人生的一个大的决定 不管是你来国外读书 留学移民 还是在中国建议大家怎么样采取一些 应急的避难措施 应对未来可能的危机 没有 所以我非常了解 我能帮到的人 自救嘛 我们讲说天救者自救之旅 如果自己不愿意自救 你想着别人免费的蛋糕送到你那里 还要请你尝一下合不合口 对不起 我了解人性 我不做这样的事 因为这种事做出来是无用功 然后关于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我还有想 我未来可能在一年之内 我会再出版一本中国民主路线图 其实是想讲中国 未来的这个民主转型的一些 一些可能的演变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可能象征性的就一美元就好了 因为这个是公共事务 我只要一美元就可以给大家 甚至大家就可以去看到 但是呢 这个个人利益切忆相关呢 我让你们自己愿意付费 你才会采取行动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定价策略 跟出版社商量了 而且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策略 好 让我们期待 您的一美元的民主路线图 尽快出炉 那么也顺便有观众来质疑 您在美国是不是卖这么贵的书 是因为你需要用它来 earn living 就是挣生活费 对于你在美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 有没有能力去支持你的梦想 你有什么简短的回应 这样这个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话题 因为我虽然是公众人物 但是呢 我不是 还没有正式竞选 我也没有必要把我的 又不是上市公司的一个股东 没有必要把我的个人的财务状况 向大家公开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可能知道比如说 我有做了一个talk show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talk show的收入水平呢 已经是可以 在美国一个平均 中产阶级的水平 就已经可以满足我正常的一个开支 然后呢 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就像这个出版啊 这种稿费的输入啊 那这个输入呢 其实应该是超过美国平均作家的一个输入 我之前在半年 没有半年 大概半个月前 我有想 我输了这些钱 我应该去做什么 我本来只想的会做一些 未来会做一个激进准备 说中国会发生难民危机 会需要做事情去应对这种东西 我会想保证一些中国的精英 做些事情 这是我之前最初的一个想法 然后上次想了之后 我觉得做有些事情啊 我们讲心是好的 但是未必能做的成功 是另外一回事 有时候叫事与愿违嘛 好心不一定会办好事 有人会建议我说 我前生如果真的想帮助大家 其实美国有很多可信赖的慈善机构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说准备未来 我会拿出一百万美金 来捐给美国的慈善机构 当时我还没有在美国竞选 国会议员的一个想法 那今天竞选 我在周周坎节目里宣布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未来十年 我会为美国公众 公共事业 公共服务 比如说奉献的时间 金钱 努力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件事 我觉得作为新移民 作为一个美国一份子 然后为这个社会做服务 奉献大量的时间 精力 智慧 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 对我个人来说很有价值 就好像说 这个马斯洛的追求的东西 对不对 需求论 那一般人是追求基本的生存 再慢慢的安全感 最多是最高的自我价值的风险 我觉得就我目前的经济状况来说 我在中国之前33年的打平 已经足够我在美国正常的一个一生的开销 因为我抓住中国这个叫经济改革开放的这个红利 我可以讲 是我抓住这个机遇了 也就是说你已经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不用很雄厚 对就是已经足够生活了 我们不用很奢侈的生活就已经够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为了理想再做些事情 这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那么王健林说 如果想要创业宪政一个的一个亿的小目标 那么想竞选国会众议员 那么你是否考虑从州的议员地区议员开始竞选起 有没有这个计划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会根据是美国的这个选举制度 然后我入籍的时间 因为美国会要求你竞选那个参议员是要入籍9年 竞选众议员是入籍7年 所以这根据美国还有是两年 差不多两年左右一次的选举 我推算出来 我会决定在2028年竞选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 是众议员 我会确认一下告诉您 然后呢 在那个参选之前 可能在2024年 我有可能会第一次竞选公职 然后可能会选一个诸位级的议员 因为诸位级的议员那个任职期限一般是四年 我已经考虑好任职 就一个turn 一个任期之后再去竞选下一个任期 我有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准备 所以其实是有大量细致的工作来做 其实很感谢就是全美各地就是包括华裔 包括其他族裔 一些朋友知道我要参选 他会想做volunteer 做义工帮我去做 我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这个事情大家意识到 不是为我们个人 是为我们整个社群 为我们这个国家来做事 但是有这么多人参与 我觉得这也是支持 这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看来你不仅有理想还有一定的基础 还有详细的规划 对 那么在这次访谈的最后 你想对在美的华人朋友以及美国你潜在的选民说点什么 来表达你这个你的信心和对未来的计划 好谢谢 我首先感谢在过去 有的是关注我超过十年 有的是超过二十年 还有另外的观众朋友 还有各界人士的对我的关心和关注 甚至我知道 有些朋友知道我要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时候表示一个支持 另外他觉得说很遗憾 因为我没有继续持续的在中国 站在中国民主变革的第一线 去在中国政坛上继续去努力 可以这么说 我是从中国政治这样一个 中国政坛去转战美国政坛这样 虽然我在中国没有机会去参选 但是很多人有很多潜在的支持者 去把我把我就是对我继续很大的一个厚望吧 有的人说你以后去竞选中国的总统 有网友留言 说实话是有 但是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讲了我的一个人生哲学就是要顺势而为 不会强求 就是你的东西呢 你自己去努力会得到 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就得不到 就是就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去努力 我现在定的是十年的目标 我希望十年后在自己的努力 在大家的帮助 在大家的监督下 我可以一步步的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后掌握一些 把握一些机会为美国公众服务 这是我现阶段的一个目标 至于未来二十年三十年 我不知道世界会发生什么巨大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想 我觉得从小这种 说的教育啊 这种家庭的影响 为公众服务的影响 这是我的最高的人生价值 能为公众服务 能为国家服务 能为族群服务 这是我一个最高的一个理想 很感谢美国有这样的机会 那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也只能给之前 那么多的支持者 寻求你们的一个一个理解 当然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 因为美国的问题 它不光是美国 它其实可以影响全世界 甚至我想中国未来的这个民主的转型 也可能会受美国政坛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我要当选美国国会议员之后 我可能会要求或者想办法去进入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会跟中国政府会有很多的这种交涉 我会更加的关注中国的人权 中国的民主转型 我想我在新的感觉上 不光是可以因为它是联邦层面 不光是为我选去的选民可以做很多切实有效的服务 在改变美国的国家形象 或者说在美国的一些国际战略上 我相信我也能起到一新作用 因为我是有一个有强烈的 也是另外一个世界上另外一个大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了解他们的政治 了解经济 了解社会 美国无论跟中国关系怎么样 未来是少不了跟中国打交道 我可能会成为美国最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亚裔美国人 这是我一个巨大优势 那我在美国 我已经生活了五年 花了五年时间研究美国的社会政治 我再花十年 深耕社区深耕美国社会 我可能对中国 对美国也是非常非常之了解 我想大家继续关注 我会通过我的现在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也大家欢迎关注我 然后我会继续在我的那个脱口秀上面 会继续讲中美国的事情 而且主要会讲美国的 大家关心的事情 大家所有选民关注的一些热点的话题 你都可以告诉我 然后我会通过我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脱口秀的平台给大家互动 我有一个计划就是明年的话 我会开通一个英文的节目 英文会跟主流社区 英文可能会更方便沟通 虽然我知道我的英文 因为作业不是我母语嘛 对不对 讲的不那么好 但是不要紧 我很勇敢地表达我的观点 我相信在美国讲好英语的本土人 可能99.9%都会讲英语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来 愿意站住来服务这个国家 或者有能力来领导服务这个国家 但是我有这个能力 我认为 而且我有这个热心 我愿意去挑战 最后一个问题 有观众想让我问一些犀利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有美好的愿望 是很多人都有的 但是有美好的愿望 甚至热情不代表有解决 有实现它的能力 就是您刚才所说 美国现在民主共和两党的这种撕裂 在很多问题上造成了极端情绪的对立 那么很多的美国专家 学者和政治家都试图弥合 但是没有成功 反而越来越撕裂 那么你觉得你有什么样优势 从一个什么样视角 你觉得你能够去弥合这种撕裂 或者超越这种党派之争 做出一个最符合选民利益的 这样一个决定了 我觉得我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 首先这是一点 我不能说 因为我竞选的只是一个国会议员 不是美国总统 我相信未来可能会有更优秀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 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愿景 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可能会立足我所在的选区 然后为我们选民关心的这些实际的问题 我选民的切身利益 我会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在自己类传能及的范围内 帮助来解决 我不能说能解决所有的 我只能可能关注我 比如说我比较擅长的 大家知道我的经济学背景 我非常了解经济的运行的规律 怎么样去对经济事务 去发表我的一个专业的观点 这可能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成功了超过十年创业背景 有这么多年的经济研究背景 我相信一定是可以为我们的选民 提供更多的一个服务 另外我相信怎么讲的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很多人也关心政党的问题 我在这里也可以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就我个人的一个政治理念来说 我会更倾向共和党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跟共和党的 全国委员会接触 未来我跟他们接触之后 然后确定好加入某一个政党 然后我会第一时间的向我们公众去公布 然后包括我的险区 也可能是在2020年之后 每十年国会重新要划分一次险区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总之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非常不容易 我做这个决定真的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鼓励我看得到 批评我也看得到 质疑我也看得到 不要紧 就好像我们每一个选民 每一个观众 你们在人生过程中都会面临的困难 你们面临的困难未必比我面临的困难小 我们都要一起积极地去面对 要寻求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说 用我们的努力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改变我们的国家 改变我们的未来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点 不用说难就不做 我刚才说了两百多年 没有第一代移民 那么多 没有人去站出来 或者站出来很少 或者没有人成功挑战 不是说你们声音不应该被表达 我知道你们面临很多困难 我也一样 我来美国现在五年 我面临了非常非常的挑战 但是我都 我认为说都是 很好的处理这种挑战 而且我在美国的生活 也是越来越好 支持我人越来越多 这给了我非常大的个信心 就好像我是 我没有政治基础 我在中国也没有 父亲是一个什么高级官员 我之前在中国商业上 展露头角 有人问我 秦先生 你父亲是不是当地的人代代表 或者是什么局长 没有 我虽然在我同龄人里面 我事业比较成功 但是我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在美国也一样 我从零开始 好好努力 我相信 我们的选民 我们的观众朋友会看得到 Just do it 好好努力就行 谢谢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秦先生 接受我们的采访 他的这份雄心 也非常的可敬可配 那么美国是一个 充满梦想和机遇的地方 那么希望秦先生 梦想成真 好谢谢 一切努力 谢谢